如果不申请海外资产和收入,就会面临亏的各种处罚。 9月1日开始,中家两国将在这个秋天正式开始,交换税务汇和财务信息。 至于户口持有人是否加急,并非决定因素,若持有人是未入籍的移民,但属于税务居民,机会如此类。 但是在中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名下的金融账户还是会被查,这意味着华人的资产信息在中家两国间将变得完全透明。 中国方面将早时公布,在国内银行存款25万美元的海外华人,金融资料均会被送到所在税务国家。 2017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发布了非知名金融账户受税信息禁止调查管理办法。 这一支名字如此长的管理办法,在加拿大华人群体里,也发了巨大关注。 在加拿大,很多人利用中家税务信息不透明而隐瞒海外资产,所以不少华人都紧张了起来。 CRS如何运行? 简单来说CRS就是某国家的非税务居民的金融信息,将会被交换到它作为税务居民国家的税务机关。 据例来说,中国和加拿大采纳,共同申报选择之后,某中国税务居民在加拿大金融机构拥有账户,则该居民的个人信息以及账户收入所得,会被加拿大金融机构收集并上报加拿大相关政府部门,并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信息交换。 这种交换每年进行一次,理论上讲,中国税务部门将掌握中国税收居民海外资产的收入状况。 同理,如果您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中国非税务居民,您在中国拥有金融账户。 那么您的账户信息和个人信息将被收集,上报给中国的税务局,然后每年一次与加拿大税务局进行交换。 所以您这部分的海外收入将作为您的海外收入进行纳税。 谁会被查,防查逃过一劫,按照此方案规定。 2017年12月,金融机构完成对个人高净值账户100万美元以上和低净值25万美元账户的调查。 2018年5月31日,金融机构整理消息。 2018年9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将与其他国家税务总局第一次交换信息。 根据中国公布的消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在国内金融机构有至少25万美元的存款的话,那么这份资料会送给加拿大税务局。 至于普通是有人是公民还是永久居民并无关系。 只要属于加拿大税务居民,就会被查,交换的信息包括金融机构信息、海外机构账户,包括存款、托款、投资、保险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资产信息、存款账户、托款账户、年金合约、现金保值合约、持有金融机构股权权益、账户内容、账户以及账户余额、姓名以及出生预期、税收局注定。 但是这些信息中不包括不动产、一言以蔽之,即使老账户,钱多钱少都要被查。 另外,管理办法的调查对象,举行于金融账户,也就是说,加国移民在中国的房地产、珠宝、车船、古董、艺术品等非金融类资产。 只要不被变现并存入金融机构,就不在管理办法的调查范围之内。 反之,中国人在海外的房地产也不会被查。 有专家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房产或将成为未来海外避税的重要手段,将可能引发海外热门房产市场价格的升高。 据报道,是税务信息的金融账户都会被交换,中国税收居民会在国内被交换,非中国税务居民,则会被交换到国外。 这一变动至于在加拿大认真申报中国国内资产,严格按照规定报税,纳税的华人移民来说,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但对落报,满报中国国内积产的加国华人移民来说,则意味着不缴税款和罚款的风险。 随着9月1月的接近,华人海外移民正式迈入了资产落奔的时代。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